郭文貴 郭文貴 復得過三代才富傳承 還是要講一下 這個 大家覺得這個所謂的 高資產人士是怎麼定義 各國定義不太一樣嗎 比如說 以一般最常聽到的 是多少錢 還是有什麼東西 還是 房子很多 錢很多 我們講一個金額啦 比較常見的 常講的 多少 一億喔 一億這樣是不是 五千萬喔 八千萬 其實沒那麼高 一般台灣常講是什麼 限制資金啦 限制資金在100元 美金大概就是 3000左右嘛 台幣 什麼叫限制資金 對 就是你存在定存的 對不對 你是不會去用它 或是什麼 你有好幾間房子的 因為你 你有好幾間嘛 你只有一間會自己住嘛 對不對 頂多兩間自己住 其他都是什麼 別人住的那一種 那價值加起來 有超過的 這樣也算啦 所以 這些資產要怎麼傳下去 可以什麼 用比較低的稅付 傳 概念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在講 這個傳承 財富傳承 我們要講幾個觀念 好 第一個就是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其實父母 如果 因為在場有一些都其實是父母了 或者是祖父母 祖父母有一些他會想要傳給 小孩 或者是 孫子 直接傳給孫子對不對 父母當然就是傳給什麼 小孩嘛 小孩 好 那 我們剛才有說 你的 通常大家的資產都有很多 你有錢 你有保險 你有房子 對不對 然後你還有什麼 土地啊 對不對 你還有什麼 投資這些股票啊 最多的是什麼 你還有很多人是 股權 有公司的股權 這些那麼多 怎麼 怎麼 怎麼傳 先給他錢 會被花關 會被敗光對不對 所以 新個房子 信託 有人說信託 給他錢 然後信託起來 他不能動 對不對 好 這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這就講到一個叫什麼 你希望你慢慢傳給他 但是你又不希望他去動 對不對 因為很多 父母或者是祖父母 其實不是很相信自己的 也不是說不相信自己的子女啊 很多時候其實是 他們覺得 在子女 未來結婚 好 或者是 有組一個家庭之後 會有一些化學變化啦 對 或是說 女兒 可能 Maybe他都是女兒 女兒都是會結婚 對不對 現在 離婚率多少 有沒有30 聽說三分之一對不對 有沒有這麼高 我是 就是 存疑啦 不過就是聽說 反正有一個數據嘛 對不對 所以 通常就會什麼 希望有一部 有一些保障 所以 怎麼傳 要考慮什麼 這個 分配的過程 還有什麼 能不能去控制這個資產 對不對 所以我們 講以 如果是以 不動產 你給他 是不是也可以做什麼 不動產信託 這也是一個 一個 鎖住的概念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讓他不要去變賣的概念 如果是保險的話呢 委託人 是誰 爸爸還是小孩 委託人可以幹嘛 委託人 被保險人 收益人 對不對 委託人可以幹嘛 可不可以 把收益人改掉 今天他如果不笑的話 對不對 對我口出 惡言 就把他改掉 對不對 那如果小孩是委託人呢 他有控制權嗎 就沒有 就像很多父母會 每年 贈予有多少 免稅額 大家 220 對不對 所以父母 會幫小孩開戶 對不對 然後 然後每年 非常有紀律的存 220 然後 過了10年之後 發現 居然只剩下220 為什麼 220存10年 這麼簡單的數學應該是多少 220 220 還有利息 還有利息對不對 超過 為什麼會剩220 敗光 買什麼 對 反正anyway 他就是可以把它花掉 那爸爸媽媽會很錯愕 為什麼 印章 存著 都在保管箱 他都不知道 密碼 怎麼會 剩下220 220是最後那筆存進去的 對不對 怎麼會這樣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小孩是 本人 他是本人 他是不是知道你去哪間銀行開戶 他怎麼會不知道對不對 你都跟他講我今天去那間銀行 對不對 所以他是本人 所以說還是要做什麼 信託 把他縮起來 他不能用 對不對 所以要 傳還要傳的什麼 對 那個 傳的過 三代的概念就是說 你不要到第二代 他就沒有了 對 很多是什麼 第一代 很 這個節儉 然後就傳給第二代 第二代是什麼 就是 花完了之後 第三代是什麼 再重來 就是說 靠自己 概念 很多阿公 都不要這樣了 阿公阿嬤都是什麼 都是 聽阿孫 聽阿孫就是什麼 覺得老爸太揮霍 直接給什麼 直接給孫子 所以有很多什麼 保險 是做什麼 三代保呆 但是三代保呆要很小心喔 因為稅務上是很不利的喔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富得過三代的什麼 財富傳承之道 遺囑 為什麼 要講遺囑 因為其實大家都不喜歡 討論生死的話題 為什麼 要在 舊座 舊座 怎麼樣怎麼樣 對不對 在台灣是很什麼 避諱的 對 所以很多人沒有什麼 遺囑我們現場來調查一下 太多人太年輕了 如果 大家自己心裡默默知道 你有寫的 一定不超過一成 對不對 因為我有在 老人家比較多的場合 有調查過 對不對 所以 不會超過一成 所以 這個為什麼 遺囑 遺囑的重要性在哪 透過抑郁力遺囑被繼承人得依自己的意志 自有處分遺產 但不可違反特留分 意思就是說 對 就是說 張榮發 他是不是說 我死後 誰是總裁 張國衛 所有的財產都是誰誰 張國衛 他有沒有提到其他小孩 沒有 沒有 對 那你說 他怎麼會寫這樣的遺囑 看了就覺得 很 納悶對不對 你怎麼會這樣子對不對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張董市長他 在長榮集團裡面的份量是有多重 他是 話罪的 生前他講一句話誰敢不聽 你敢不聽 你走 你敢不聽 你走對不對 誰敢不聽 小孩聽不聽 當然聽到他是 爸爸對不對 一架之主 所以他當然也會覺得什麼 我寫下來的遺囑是什麼 你們當然要聽啊 對不對 你怎麼會不聽他 不把總裁給他呢 但是 怎麼樣 他把股權 我們大部分的喔 生前就是什麼 贈雨給其他小孩 這個觀念是什麼 贈雨出去的 能不能 拿回來 可以 有 曾經有父母來問過我 小孩在拿到之後開始什麼 作怪 不笑 不回來 我想要拿回來 怎麼 怎麼做 你給出去你怎麼拿回來 對不對 你當初贈雨給他 你還要他還回來 好那他要再贈雨回來 對不對 或是再賣回來嘛 是不是 所以給出去是不是很難拿回來 所以他什麼 生前贈雨 所以他最後能給 張國偉都給了 之後股權還是什麼 沒有辦法超過其他人 對不對 所以遺囑 遺囑 就說這個分配 這個 他 分配是用自己的意志 用自己的意志 那很多人為什麼現在都不立遺囑 那這些長輩他都怎麼想 好像我問過他 一個 客戶 老先生 那你現在 公司這麼大 那你 要給誰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怎麼分 他說沒有關係啦 那個以後等他們 自己解決 他們自己去協調 我說 我說 欸這 這沒什麼可憐 你看看現在有多少 報章雜誌在那邊 增股權的 對不對 最近才一個化工 公司 兩兄弟是不是在增 對不對 所以 你說讓他們協調 他說他們一定 他說他們最近有在協調 那 anyway我覺得就是說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這個 你把爭議留給下一代不是一件 好的 這個 不是一個好的方式啦 你要把它 弄清楚 弄清楚 不要把爭議留給 下面的人 保險 資產的分配不受什麼 特留份限制 我們剛才講什麼 遺囑 遺囑你不可以違反特留份規定是什麼概念 什麼是特留份 先問什麼是陰記份 陰記份 比如說 你有 比如說過世的時候 假設還有一個配偶 你當個小孩 那這樣三個人陰記份是多少 各三分之一嘛 各三分之一嘛 各三分之一 你講的是沒有那個啦 沒有小孩的話啦 那你 測留份是多少 一半 陰記份的一半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什麼 都給 某一個小孩 對不對 這樣了解嗎 像 有一個很有名的是 在 信義區有一個宮 松山持幼宮嗎 反正有一個宮對不對 那她是什麼 只有一個 男生 一個 一個 一個小孩對不對 就是那個公主 她地很多嘛 所以她 資產很雄厚 幾十一位 對不對 她是不是給 都給 男生 還有幾個女兒 好幾個 好幾個女兒 幾個女兒都是拿現金啦 但現金當然是 沒有那麼多 就是大部分都是土地 後來她是不是去 換燈泡的時候 就 疊下來 疊下來就怎麼樣 植物人 當初是有談好說 一年要什麼 一個月要三十萬 奉養金對不對 然後那疊下來之後 當然就沒有嘛 那沒有就是什麼 就家屬 就家人 搞 搞傷法冤對不對 好 所以 在我國 還是會有這種什麼 男女 會有一點 不是很平等 對不對 所以才會有很多什麼 特留份問題 好特留份 就是都什麼 給某 某些人 某個人 那另外一個人 就什麼 就沒有了 他是不是可以去什麼 請求 好請求特留份 保險的話是什麼 不受特留份的限制 對不對 那很多人都說 買保險反正就什麼 節稅 節什麼稅 遺產稅 遺產稅 真的嗎 保險的意義在什麼 在哪裡 你為什麼要保保險 你為什麼要保壽險 我們 我們把 我們把那個保險總類縮短 你知道為什麼你要買壽險 壽險是 過世之後給誰 保險金給誰 對嘛 給遺囑 那為什麼要買售錢 因為你又用不到 是為了要照顧 家人 對不對 要照顧家人 好 今天你如果是50歲的時候 你今年50歲 對不對 你的小孩 有可能晚溫好了 小孩可能都沒有滿10歲 好 然後你的父母可能都 經什麼 八九十 七八十八九十 對不對 上有老母下有 小兒 然後你老婆 因為你們家一家人 人口很多嘛 老婆都要在家裡什麼 帶爸爸媽媽去醫院 帶小孩去上課 小孩 配偶很多都是 這個 家庭主婦 沒有工作 對不對 如果有一天 你坐飛機 不小心 掉下來 你家本來一家人的什麼 生活開支 學費 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你負擔對不對 50歲嘛 通常都是什麼 所得最高的時候 對不對 你負擔 突然沒了 家裡還有房貸 兩個小孩 一個5歲 一個7歲 爸爸媽媽 還有癌症 要醫療 對不對 怎麼辦 老婆沒有工作啊 爸爸媽媽去賺錢嗎 太太去賺錢嗎 小朋友去賺錢 所以50歲投保 是為什麼 盡一份 家庭的 責任是什麼 經濟責任 經濟責任 好 如果你今年70歲 你70歲 你買壽險 好 反正也是高額的 對不對 好 然後 稅務員他就會問你 你70歲 你買這個是 你小孩幾歲 小孩 小孩40 40幾 小孩有正常 正當工作嗎 有 小孩可以照顧自己了 對 好 那你買這個 這麼高額 1億 1億 你是為了什麼 你要照顧他嗎 你照顧 誰 所以是為什麼 節稅 為什麼可以節稅 不記錄遺產嘛 對不對 所以他是什麼 遺產 1億嘛 拿去買保險嘛 1億減1億就變什麼 零 就變零對不對 零是不是不用繳什麼 1億要繳多少遺產稅 20 稅率是10 15 20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就不用繳稅 好 那現在會有什麼 10支 課稅原則 有八大樣態 對不對 我的書裡面有寫 會把你抓回來遺產課稅 比如說 你是什麼 生病 對不對 生病 帶病頭髮對不對 你是有什麼 確診 癌症確診 對不對 或者是重病的 或是什麼 巨額 大額 大額的 或是什麼 高寧 高 寧是幾歲 70 65到70 對不對 反正就是它會有一些什麼 八大樣態嘛 又符合就是什麼 遺產課稅 課稅 對不對 好 但是我們還是要講 它的這個好處什麼 對遺產有控制權 我們剛才講可以變更什麼 不肖條款 對不對 信託可不可以 也有不肖條款 好 合法節稅啦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個部分 好 不過這個是什麼 你50歲的時候 你如果70歲 今年75歲 這個就是什麼 你要小心喔 對不對 你還有沒有辦法 不記錄 再來什麼 預留稅源 因為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通常好野人 他的資產的分佈 現金一定是少數的 為什麼 絕大部分 他資產 的比例最高的 好我們剛才講的那些 那個區塊 最高會是在什麼 股權 好 股權跟不動產 是最多的 通常這些東西 股權不動產都是什麼 不能動的 你怎麼賣 你賣了你就什麼 經營權會被什麼 別人拿去 你怎麼賣 不動產 怎麼賣 對不對 他不像現金吧 不像股票這麼好賣嘛 對不對 所以什麼 預留稅源 因為什麼 會沒有錢繳稅 因為這一些都不能變現嘛 信託 延續 被 繼承人財產管理的意志 這是什麼概念 好 委託人為了 受益人的利益 或者是特定的目的 財產所有權 依賺給 受託人 比如說金錢信託 很多國內都是 銀行嘛 銀行 然後 受託人他就會依 這個契約的目的 去管理 或是處分 交付 信託的財產 給 受益人 給受益人 為什麼要做信託 大家有沒有 一個印象 很久以前一個明星叫沈殿霞的 對不對 他是不是 之前過世有留下一個信託 有看 雜誌啊 這些新聞雜誌都會有寫 其實看雜誌還蠻重要 他留下來 那時候他女兒還 年輕 對不對 他是不用信託 每個月給付多少 生活費而已嘛 一般信託就是說什麼 不要讓你揮霍 對不對 你就是有什麼 最低的什麼 生活開銷 夠用就好了 所以他一開始生活很辛苦 有沒有很辛苦 後來他突然有一天 他長大了 他現在 試死了是不是 不止啦 現在不止啦 他現在比較 總之他又比較想通了 的就是說 他的苦心 對不對 所以 他是不是 至少他有 有 有一個 有一份 穩定的 穩定 不會餓死 也不會什麼 住在公園嘛 對不對 信託 所以 很多 信託是怎麼樣 因為很多都是什麼 可能 爺爺給孫子 對不對 爸爸給小孩 那個小孩還小 爺爺給孫子的話 孫子還很小 孫子 10歲不到 對不對 那總是要什麼 通常都 都希望可以照顧 只好20年嘛 十幾 20年 基本的嘛 或者是 更久一點 所以都會用信託然後每個月什麼 給他錢 因為你如果一大筆放在銀行就會怎麼樣 這個孫子以後人緣就會很好 他朋友會很多 為什麼 朋友是喜歡他這個人還是喜歡他的錢 這個我們不知道但是anyway他朋友會很多 所以信託 銀行就是什麼 看他有沒有達到 要這個信託的標準 再給他錢 比如說 爺爺就會說 你要考上大學 不能只念到高中 對 考上大學 原本一個月給五千 可以變成三萬 你會不會去考 你當然會去考三萬差那麼多 對不對 如果說你到國外留學 一個月三萬會變成 一個月十萬 你會去國外留學 會 大一你就好好念英文 對不對 他說 畢業後找份正當的職業 一個月一個月從十萬變成十五萬 你會不會去找一份正當職業 會 一定會 所以這是什麼 他爺爺走了沒 早就走了 延續 被繼承財產關係 他爺爺在什麼 在天堂了 對不對 但是這十幾年來 他爺爺什麼 始終在他身邊 信托就是從 墳墓生出來的 一隻手 對不對 他爺爺已經過世了 但是什麼 一直照顧著他 好好念書啊 託福他好好考 對不對 去國外留學 給你的錢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 公司 家族新企業 最近公司法修法 所以明年 這個公司法新法會上路 在上路之前 以前都是什麼 家族企業可以用閉鎖性 股份有限公司 為什麼 確保家族企業的股權 只會在家族成員間 轉移 可以避免 經營權落入他人之手 這是什麼 意思 通常 家族企業是這樣 會先有一個創辦人 來創立這間公司 接下來 他會有 第二代 也會有第三代 成員 所以如果這個 爸爸 他有 四個小孩 他就會穿給四個小孩 對不對 接下來就穿給 堂兄弟 姐妹 對不對 所以他會越傳越多人 對不對 那成員越多就會 變多就會有什麼事 那我們先講這個 這個是什麼 像有一個家族 南部的一個 大家族 地很多 對不對 但是他有其中有一個 有一位家族成員 他什麼 就是有負債 所以他就把什麼 股權賣掉 然後連什麼 祖焚都 賣出去 所以後來是什麼 其他成員把他買回來的 好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例子 活生生的例子 他有時候就會 你 如果手上 這個有 需要急用 把他賣掉 對不對 然後賣掉 你下次開股東會 本來都是什麼 叔叔啊 阿伯啊 然後這個堂兄 對不對 這個阿伯 你是誰 陌生人 怎麼會來我們的股東會 落入什麼 競爭者 競爭者的公司 那下面是什麼 有住家族企業人 三排 這意思就是說 因為人很多嘛 接班人選有好幾個人 那這一群人 這一群人都會有分 有一些是 很有能力 但是他完全沒有意願 接班 有些人是 很有意願 但是他完全沒有能力接班 也有這種人 有一些人就是 與世無爭 他既沒有能力 他也沒有意願 那這種 也有這種人 或者說 有能力 有意願 那是不是就什麼 給他經營嘛 其他人就當什麼 股東 領什麼 鼓勵 因為如果你選錯人 對不對 給一個 有意願 非常有意願 但是他完全沒有能力 他接班 你就什麼 大家都領不到鼓勵 都領不到 因為公司會虧錢 所以要選 所以 就有什麼 股權可以規劃 你給他 有能力 有意願 就給他什麼 一股一千 權 一千票的概念 這個就是什麼 就沒有票 沒有票 沒有票嘛 他們就是單純的什麼 股東嘛 就不要去 有這個經營的權利 就好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穩定 經營 公司經營 所以大概就是有這些工具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時間差不多 好 就算了 就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